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你被我骗进来了 我的标题说的是 看西方女性如何为爱自毁 那你说女生会为爱自毁吗 还真的会 那我说跟亚洲女性竟然差这么多 没有差太多 就女人为了爱牺牲的方式 大概中外皆然都差不多的 来,那我们就看一下这边说了些什么 反正我们在学英文嘛 标题说的 What is the most self-destructive thing you have seen another person do for love 所以最self-destructive destructive就是毁掉 那自己毁掉,自毁的事情 那这里问的是 你看到另外一个人做的 那为了爱 so this thing that you have seen another person do for love in the name of love 大家可以这样说 来吧,那我们就直接往上看 往下看 这里说 这个事实上我还真的有看到不少人做过 而且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他是他跟他女朋友一起 一起 反正就读同一个学校 所以不要想说我们对哪个 特别科目或哪个学校有特别的兴趣 没有,总之我们一定要读同一个大学 后来他们结婚了 算了 所以或许也真的是修成正果 所以这里说 a childhood friend of mine 童年的朋友 putting her studies and career to a halt multiple times for different men but she has grown out of it now grown out of it and I really admire how she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对,这边能学的英文就不少 所以一开始 这边说的 putting her studies and career to a halt so if you put something to a halt 这个hold就是整个停下来 hold 那等一下看另外一个片语 是put something on hold 所以你看这个h的字一个不一样 一个是hold 一个是hold 那介细词也不同 所以让一件事完全停下来 you put something to a halt 还有不见得是put you can grind something grinds to a halt 也是听过的一个片语 grind to a halt 所以这件事情在那边 折磨来折磨去 折磨到最后就停下来了 grind to a halt 好这片语都是看过的 而且他说的是 他为了不同的男人 做过这件事情 就把他的人生 把他的studies 把他的career事业 都把他停摆下来 putting her studies and career to a halt multiple times for different men 所以不同的次 不同的次 听起来很奇怪 反正好几次 而且是为了不同男人 但他现在已经从那里面 就成长到可以脱离那个状态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固定的片语 就是grow out of something grow out of something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像假设如果我们认为 打电动之前不好的事情 好了 我没有觉得 我觉得很好 可是如果你觉得打电动很不好 你觉得那是小屁孩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人啊 等到某个年纪 你都会成长到能够不再打电动 你会觉得这很蠢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下来 所以你可以说 eventually guys grow out of playing video games you can grow out of it 大概可以这样讲 OK grow out of something 或者你可以说 小朋友很喜欢玩乐高 玩到某个年龄之后 就不喜欢玩了 so you can grow out of you know the love for Lego 可是 again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乐高很好玩 你长到很大的还继续玩 都应该不是有任何问题的 你可能是 你甚至你可能是个艺术家 然后用乐高来做艺术作品 都不一定 so 所以我刚刚虽然说是造句 可是 这个造句的内容 其实不是很OK 好了 这个就不管了 我们继续看 好 所以这边刚刚讲 她说的是 she has grown out of it now cool 那她就觉得很棒 I really admire how she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so if you change for the better 也就是你进步了 改进了 往正面方向变好了 so change for the better 这里一定有个the 那这个the到底是讲特定的哪个东西 你不要管 这就是固定的片语 OK 所以这个for the better for the worse 两个片语都有 所以说是你变得更不好了 so you do something for the worse you've become怎么样 for the worse 所以这for the better for the worse 好 不过有必须再说一下 有另外一个片语 就是 for better or worse 好或不好怎么样 就我们家那个结婚事词中 好像有这个片语 就不管好还是不好 你都要跟这个人卡在一起 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蛮可怕的 好anyway 来我们往下看 那你看这边 就我们刚看下一个片语 so I hate how society makes it seem like women should put their own life on hold for a relationship with a man 所以她很讨厌这件事情 I hate hate什么事情呢 就社会是如何的 让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 so I hate how society 社会 怎么样呢 how society makes it seem like women should do this 所以看起来 所以使得她看起来 好像是女人就该这么做 so I hate how society makes it seem like women should put their own life on hold 所以女人应该要 put their own life on hold 刚才说过 把你的人生停滞下来 为了什么呢 为了一个 跟男人的关系 for a relationship with a man 那很明显 他们现在讨论都是非常的 这个 gender binary的 就是翻了两性的而已 就是了 啊无所谓啦 好 好 那这里没问题 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那我觉得这个 还有很重要的片语 包括有这个 paycheck yes 好 所以她这边说 她看到一个tiktok 她说这个女生说啊 她爱一个男生 爱到她 把她的那个薪水 直接就转进 这个男生的账号里 哦 所以 所以老板问你说 我薪水转去哪里 来 这个账号 哦 这你的吗 男朋友的 what ok 所以我们把它读一下 so not anyone I know personally but I saw a tiktok where this girl said she loved a guy so much that she made her paychecks directly deposit into his account 天哪 ok 所以她 she made her paychecks 所以paycheck就是你的薪水了 好 check这个词 你知道 如果 我相信我的观众大部分都懂了 叫支票 所以 远古远古的时候 你的薪水 是用支票的方式 公司付给你 老板付给你的 所以我们就叫她paycheck check是支票 paycheck就是薪水支票 所以她说 她把她的paycheck directly deposit deposit就是存 这样子 所以你把钱存到银行 那个就是deposit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paycheck这个词 多讲一个片语 我们台湾很常看到这个片语 make ends meet ends是端 所以ends是两端 所以有时候这个片语 会加一个both make both ends meet 让这个两端能够 meet是什么概念 总之我们就理解为收之平衡 所以收进来的钱是一端 花出去的是一端 你让它可以平衡起来 so make ends meet 他常用在否定的语境里面 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达到收支平衡 我赚多少就花多少 我很惨过得不好 so I have difficulty making ends meet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表达 像月光族之类的概念 可是不要只会这个 那在事实上生活上的使用 我们更常看到的是用paycheck这个字 来做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就叫做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就你现在这个paycheck吃一吃 把它吃到差不多了 oh shit 好这个这个月薪水吃光了 好我们到下个月薪水 再继续把它吃一吃 每个月就靠那张薪水的支票来过活 so 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下面有个造句 在2022年的6月 61%的美国人 他们的人生呢 就是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要是下个月突然间失业了 你就没有钱了 没有saving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读一下这句子给你听 in June 2022 61% of Americans were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OK 61% of Americans were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OK 所以这边paycheck这个字 我们多造一个句子 好 所以这边说了 她把她的paycheck she made her paychecks directly deposit into his account that's stupid never do that 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 self-destructed的方式 下一个字我们看的是 好 所以这说得很惨啦 总之 女生为了爱做一些傻事 她married a man who threw her down concrete stairs while pregnant a few times and got their toddler drunk to punish her for going out with friends 糟糕 this man is her first cousin so many reasons to not be with him yeah sure 所以她嫁了一个男人 threw her down concrete stairs 所以这男人把她推下这个楼梯 所以concrete就是水泥做的 这个混泥土的楼梯这样子 而她这时候还怀孕了 ok so threw her down concrete stairs while she was pregnant while pregnant 这样子 而且好几次 a few times 不是一次而已 and got their toddler drunk to punish her for going out with friends 还让他们的toddler喝醉了 toddler可以喝醉 我的天哪 那她这么做是为了来处罚她 她跟朋友出去玩 那我就把你的儿子搞醉 把你的女儿搞醉 把她的toddler搞醉 toddler这个怎么解释一下好了 我们大概小朋友的不同的字 它imply的是不同年龄的 如果刚生出来 我们叫它newborn 所以从newborn 所以从刚生出来到两个月左右 所以这里你看 from birth to two months of age 我们就叫它newborn 新生儿 那三个月以后 你可能就不能叫它newborn 换一个字 那下一个叫infant 那infant是 就是从生出来到一岁左右 我们还是 这该怎么翻呢 婴儿吧 所以出生儿跟婴儿 可能我们中文 没有那么强烈的分别 可是infant就是 生出来到一岁左右 那一岁多两岁 就不能再叫infant了 这样 因为两岁事实上 就已经会走路啊 或那些了 对不对 所以一岁到四岁 就叫做toddler 就在那边摇摇摆摆的走路 这样子 toddler ok toddl toddl是动词 toddler 那你真的不会听到人家念成toddler toddler toddler ok toddler toddler还是没关系啦 只是 这听起来是有点怪 因为这边很 真的 比较常听到的就是鼻音把他带过去 toddler toddler ok 那最后baby是什么 baby就是最广泛的一个词了 出生到四岁左右 都叫baby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字的共通点 好几个都是从出生 到什么什么的 那只是他到的部分可能就距离不一样 两个月内newborn 一岁内infant 四岁内都是baby 但是toddler就必须是一岁到十岁 这样子 因为你毕竟要可以开始toddler才可以叫做toddler 那infant没有办法 newborn也没有办法 好啦anyway 所以测远了 所以回来这里 所以他把他的 让他的toddler 也就是超夸张 一岁到四岁的小朋友 竟然让他喝醉 来处罚这个女生出门 所以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根本就是在智慧 智慧自己 太扯了 实在是 好然后再来 这个词也很酷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看到说 put something on hold put something to a hold 对不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说法就是 if you place something or put something on the back burner 好所以这里说 I've seen time and time again people put their own existence on the back burner to hold a family together with a truly toxic partner 好所以他看了好几次 I've seen time and time again 看到什么呢 that people put their own existence on the back burner 就是人们把他自己的存在 放在这个back burner上 讲了半天back burner到底是三小 好 我们一般在西方的家庭里面 你的那个煮饭的那个炉子 在台湾就是两口瓦斯炉 对不对 左右各一个多半是 但我也知道有些比较新的家庭里面 已经不是两口瓦斯炉 我讲传统一点的是两口那一种的 那现在比较新的可能是四口的 你大概知道在说什么 它有一点深度 你眼前就是一个正方形 那正方形一个角落各一个 而且它的大小说不应该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西方家庭里面多半有的设备 所以它是四口的 那你现在正在煮的东西 可能会放在离你近一点的那两口 那你如果要让它就是炖久一点啦 熬久一点啦 你可能就把它放在后面小火了 因为你就你不用常去摸到它嘛 你可能偶尔翻角一下就好了 所以那个比较没有优先的东西 我们就是把它放在backburner 因为每一个都是burner 你可以虽然说它叫stove stove是炉子 OK 可是你叫它backburner 叫它burner也没有错 因为它的确在burn嘛 对不对 好 所以if you put something on the backburner 就表示那个东西是比较没有优先性的 大家懂了 所以people put their own existence on the backburner 为了干嘛 为了hold a family together 而且还是跟一个很糟糕的有毒的partner 我们这个toxic这个词常看到 也是某一年的年度字 字典选出来的 就是我们讲toxic 其实真的就叫有毒的 所以有毒的工作环境 有毒的你的人生的伴侣 toxic 你处于一个有毒的关系里 you're in a toxic relationship 所以都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个词 so you put your own existence on the backburner to hold a family together with a truly toxic partner that's not good at all OK 再多读一段 I walked away from a 20 year friendship as I didn't know the woman anymore 所以她跟一个女生 就是算是有点绝交了这样子 因为她已经现在没有跟她联络了 那她说一下她的故事 she wrecked a home married that guy had kids he had a long affair even moved the other woman in 好 这一整句 she wrecked a home wrecked就是破坏 OK 所以她破坏了一个家庭 she wrecked a home 然后呢 married that guy 然后就把她嫁给了那个家伙 所以她先拆散了别人家庭 然后嫁给了那个家伙 had kids 生了小孩 he had a long affair 然后她却又有另外一个婚外情 had a long affair so have an affair 我们就理解我有婚外情 这样子 she had a long affair even moved the other woman in 然后还把另外就是 她的那个出轨的那个人 小三就让她搬进她家里了 so move that person in 所以我们讲说 你要是要跟谁同居的话 同居当然有一些词 叫什么cohabit这个词 我们不要想那么多 如果你要跟你的男朋友同居 so I am moving in with my boyfriend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片语 so you move in 还不够 还要加个with 所以这里有两个介细词 you move in with somebody 所以again写个句子 你下周要跟你男友开始同居 so I am moving in with my boyfriend next week 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 so move in with somebody 所以她把她的小三带回家住 这样子 moved the other woman in 也不用再with了 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有点早 好这有点早 好吧 所以我们看了这 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了不错的一些 蛮多的这片语 那好几个其实都讲的是 把什么东西给停下来 或者把它放成不是那么优先的东西 so you can put something to a hold you put something on hold 然后还有一个grind to a hold something grinds to a hold 像我们讲说一个国家 国家机器运行的不好 政府腐败 所以这个国家就grind to a hold 那这个片语真的也有 ok 那你如果说你能够经过成长来去 不再做一件事情 you can grow out of something ok grow out of something ok 那for the better for the worse 假设我想要我的人生变得比较好 so I'm gonna change my life for the better 因为你要改变你的人生 我怎么知道怎么改啊 你要强调一下是为了好的方向改嘛 so I'm gonna change my life for the better I'm gonna quit smoking I'll quit drinking I'll work hard 之类的这样子 so for the better or for the worse 这样 paycheck 薪水 我们不要再只会make ends meet or don't make ends meet can't make ends meet 我们可以说 I 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天价就已经够早了 ok 好 需要靠每个月的薪水来 才能够活得下去 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newborn infant toddler baby 四个讲小朋友的 那根据他的这个 他的那个range都不太一样 好 这个就 细部就不说了 you put something on the back burner 也就是把它放在一个 不是那么有优先顺序的 没有高优先 没有high priority 的一个状态 ok 好 但如果你一定要讲炉子 他应该叫stove就是了 好 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我是Paul 你有什么想法呢 那他刚讲这些事实上 我们在亚洲人的身上 或者讲台湾人的身上也都听过了 说实在的 所以女人为爱会做的事情 真的是 那男人会不会做这些事 相对来说我觉得少很多 真的 我们很少听到男生是一个小三 然后这个小三 一直在等着这个女生离婚跟他在一起 好像很少听到这样的故事 对不对 呀 这算是一种gender stereotype吗 我也不知道 anyway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ros 我们下司 你下司